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是NASING最新推出的中線藍牙耳機 NASING EAR 2 那這款耳機的一代NASING EAR 1 我們之前也有開箱過 那我記得上代給我感覺就是還滿有設計感的 但是在其他音質、降噪等等方面 雖然也談不上很爛,還可以 但是也就沒有什麼太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憶點 這次拿到它的二代NASING EAR 2 其實原本也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一來是因為等一下看產品就知道 它的外型設計其實跟前一代乍看之下沒有太大的區隔 然後在規格方面跟前一代也不能說是差距非常大 所以在還沒有試過這款耳機之前 我會有一種覺得好像就是朝拍耳機 然後小改一下,然後又出來再賣一波這樣子 不過在實際聽過之後 其實整個體驗跟前一代還是有滿明顯的一個進步 可以說變化其實比看起來的還要再更大一些 那這部影片就實際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款產品 然後也跟大家簡短分享一下 我實際體驗過這款NASING EAR 2之後的一個感想 首先看到外包裝的部分 一樣是有這個產品的彩圖 整體設計也是相當的簡約 然後包裝方面也是採用這種一次性的包裝 跟前一代是一樣的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我已經先拆鄉過了 如果是新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封條 一個紙圈這樣子 撕一圈起來 就可以把上蓋這樣拿起來 打開來之後呢 第二層這邊 是一個說明書的部分放在這邊 然後底下這邊就是耳機的本體 這我們等一下再看 然後再往下 這邊有兩盒這個是配件 其中一盒是C2C的編織充電線 然後另外一盒就是替換用的耳塞 除了原本上面的之外呢 另外配了兩種不同尺寸的 這次拿到的是白色的款式 可以看到外殼是透明的設計 然後內層的部分是白色的 然後有搭配一些銀色的金屬件 整個充電盒的外型呢 乍看之下跟一代其實差不多 包括上蓋這邊有一個不名所以的凹陷 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讓你開蓋比較好拿一點 然後在側邊這邊呢 可以看到配對鈕跟Type-C的充電庫 那這個充電盒本身也是有支援無線充電的功能 不過仔細看的話 這支充電盒其實還是有滿多的小修改的 包括在造型上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這個白色內裡的部分 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變成全平面 這個霧面消光的設計 那一代的話它是有這種點陣元素的刻畫在裡面 另外在背面這邊的造型也不太一樣 這個白色內裡直接就是裸露在外面了 那前一代的話它是有用這個透明殼整個包起來 所以整個這個充電盒的尺寸是有在小一點點的 再來就是防護等級的部分 除了耳機本體從前一代的IPX4升級到IP54之外呢 充電盒本身這次也有IP55的一個防護等級 耳機有做到防塵防水這個呢其實並不罕見 甚至很多產品它的防護等級還更高 但是呢在充電盒的部分有標明防護等級的就相對很少了 至少我沒有印象 這個在使用上也會比較安心一點 包括你如果下雨的時候你想要收耳機啊 或是說你要戴耳機 你難免是要從包包的口袋拿出來一下 那還是會淋到一點雨 有這個防護等級呢總是就比較審安一點 好接著我們打開來看看 這個上蓋呢同樣是有一個彈性定位 然後在盒蓋的時候呢一樣有做磁吸 打開來的時候呢它有直接感應 然後手機就會直接進入連線的狀態 耳機的放置方式呢跟前一代一樣都是這種橫臥式的方式 然後搭配磁吸的充電接點 然後在耳機的側面 可以看到這個是白點這個是紅點 對應的就是收納槽裡面的這個點點 所以你就按照這個方向直接把耳機丟進去 那它磁吸就可以移不到定位 然後來看一下耳機本體的部分 這邊規格其實就不一一念了啦 就講些比較重點的 包括它的單體是11.6mm 然後這次採用的是雙槍體的一個設計 號稱整個氣流會比較更順暢一些 對於聲音也會有些幫助 然後這次它有支援LHDC5.0的這個轉碼器 類似Sony LDAC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呢 它的播放的音質會比較好一些 至於在電量的部分呢 單耳是33mAh 關閉主動降噪之後的音樂播放時間是6.3個小時 那搭配充電盒最長可以到36個小時 在開啟ANC之後呢 音樂播放是4小時 搭配充電盒是22.5個小時 耳機本體的外觀部分呢 跟前一代幾乎是沒有任何差異 長寬高的部分還有重量呢 都略略的有點差別 不過呢如果沒有兩箱對比的話 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在整體的線條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它有這個死音感的部分 然後本體在這邊 如果選白色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這樣子撞色的一個感覺 然後外側這邊呢就是全透明的 一樣可以看到一些內構的一個細節 那在內部的部分一樣可以看到這個 點狀的文字 那寫的是型號NASIN 122 整個外型呢還是非常好看的 那在佩戴感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相當的舒服 長間佩戴呢也基本上不會感覺到 有什麼不舒適的地方 在操作方面這次的NASIN 122 跟前一代有比較不一樣的 是前一代是觸控操作 那這一代呢變成這種邊緣的按壓操作 它沒有實體的按鍵 但是呢你透過按壓這個 長柄的旁邊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稍微凹陷的一個標記處 就是去按壓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設計呢主要是希望可以改善 解決觸控誤觸的問題 我覺得呢算是蠻正確的一個選擇啦 那在應用的部分可以搭配這個 叫NASIN X的應用程式 這邊的設計呢我覺得相當的簡潔好看 首先這邊呢可以看到基本的電量顯示 包括左右耳還有收納盒的電量 左下角這邊呢是等化器 提供了四種預設設定檔 跟一個自訂的項目 另外呢在右下角這邊點開 你可以去測試你的聽力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你生成一個 叫做個人聲音的設定檔 大家如果找不到自己喜歡的 這個等化器設定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這個功能 那在控制的部分呢就是按壓操作的設定 左右耳的部分幾乎都是可以分開設定的 包括譬如說你可以 左耳的部分呢按兩下是上一手 右耳呢就可以改成下一手 然後這樣左右耳的部分 它就可以分開做不一樣的設定 我大概看了一下唯一步行分開設定的 就是按住的部分 假設你是要做雜訊控制的話 它沒辦法去做更細部的額外設定 例如說我不可以左耳是通透跟關閉來回切換 然後右耳呢我就改成是 降噪跟關閉來回切換 它是不行的 它左右耳這邊是共通的 不過你可以例如說一隻耳朵設定要雜訊控制 然後另一隻耳朵呢我就是去選擇音量調整 下面雜訊控制這邊呢 就是可以去切換主動降噪通透模式 還有關閉這個三個選項 主動降噪抑制的部分呢 它有四個檔位 分別是高中低還有自適應 一般來講我覺得可以開在自適應 或是高那邊就好了 那通透模式的部分呢 就沒有額外的檔位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在右上角齒輪這邊 你可以去開關入耳的自動偵測 個人化的雜訊一致這邊也可以去做設定 另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是 DX模式跟高音質 像剛剛提過的LHDC 如果你要用的話呢 這邊就記得要把它開啟 另外一個也很實用的是這個雙連結功能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耳機同時連接兩個硬體 像說你可以同時連結兩支手機啊 或者是說可以連結電腦跟手機這樣子 然後再來最下面就是搜尋耳機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呢它就會有這個提示音跑出來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音量不大聲就是了 接著我們來聊一下實際聽感體驗的一個部分 首先在音質方面在影片開始呢 我有講過前一代在印象中我覺得各方面都比較保守 屬於整體比較中庸的一個聽感 結果在低頻的部分感覺有稍微做一點點的強化 不過大致上來說我覺得是比較缺乏記憶點的 那二代這次的聲音算是有讓人眼睛一亮的感覺 跟前一代呢我覺得有不少的差異跟進步 其中高頻的部分我覺得是稍微多了一點 但是呢整體中高頻的這個區域呢 我覺得算是滿乾淨俐落的 至於低頻的部分呢我覺得是滿夠力的 而且呢依然是滿舒適不會說很烘頭 解析力的部分呢也很不錯 人聲稍微靠前但是不會說太突兀 真的它高音比較多的部分呢 我是到等化器裡面以制定模式 然後低音的部分加2然後中音加1 然後高音的部分呢看你是要加0或是加1 我覺得都OK 聽起來呢就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的一個感覺 那如果你用預設的這個平衡啊或者是甚至低音增強都可以看到它在高音的部分 其實是有稍微這樣拉出來的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它高音我覺得比較炸的一個原因 至於在降噪跟通透模式方面呢 雖然稱不上是很強 但是呢整體來說我覺得已經是不錯了 比上代呢也有明顯的一個進步 其中在降噪的部分呢我這邊是使用最強的一個出力設定 我覺得這個整體的效果是蠻明顯的 開啟之後呢周圍的噪音呢就有明顯的被壓制的感覺 至於在封閉感的部分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啦 那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的話呢 你就自己再去App裡面把降噪的出力調低一點就好 通透模式的部分呢走的也是一個自然的路線 但是呢跟羅爾的那個音質我覺得還是有點差距 如果AirPods Pro的通透模式是10分的話呢 它大概就是我覺得7分7.5分左右吧 至少在跟外界溝通的時候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後呢在通話品質的部分這邊也是實際到戶外 去錄了一段通話的收音給大家聽聽看 好現在大家聽到的聲音呢就是從這個NASING 122 這款耳機它所收錄到的一個聲音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在一個比較吵雜的入口環境 可以聽聽看這款耳機收出來的一個聲音效果如何 實測回來呢我覺得這個通話效果還算是不錯的 當然音質的部分還是聽得出來是經過處理的 不過在清晰度穩定度還有背景噪音的這個意志方面呢 我覺得都還算做得不錯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NASING 122的一個簡單開箱跟實測體驗的心得分享給各位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款耳機外型設計感當然不用多說啦 是非常漂亮的 充電盒跟耳機本體外殼的透明設計也是相當的特別 那在實際聽感方面包括音質降噪還有通透的部分 整體的表現跟上一代相比確實也有明顯的進步或是說差異 可以看得出來這次NASING 122跟前一代相比不只是外型小改而已 在一些更深層的部分它也是有在做持續的精進的 那當然這款耳機在台灣的售價是4590元 在定價上是比較中高價位的耳機 那在這個區間裡面它的競爭者就非常的多了 而且聲音的部分又是相對比較主觀的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如果在購買之前呢 可以到實體店去試聽一下那是比較保險一點的 好啦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如果喜歡的話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及開啟小鈴鐺 我留言幫我下見拜拜